持续性更强一点 但是涨到今天 指数是不是上方还有空间 如果说回顾上周市场 整体对于市场的关键词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互强深弱 我们一直说创业板这边起不来 就是因为没有量 没有成家量 没有资金回补 而主板这边呢 在前期的低点 反复的放量到3000亿出头 随后呢是开启了一波 金融和周期的持续性的上涨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的表现情况 上市指数呢 今天是一举收盘 站在3400点整数关口上方 3414点1.09%的涨幅 那么今天市场 可以说是明显放量 但是这个放量 真的是只是在护士这边 今天上证这边放大 到了4315亿 上周的量 也不过就是3000多亿的量 创业板这边呢 今天就没有明显放量 今天只有1999亿 相较于上周 大概呢也就放出了200亿的量 所以在这个量能级别上 和主板还是不太一样的 今天呢还有两个指数比较强 一个是上证50 对吧 今天是跳空高开 强势突破 打掉了相当于上证指数 今年7月份的高点 就是3458 那么我们说其实最早 打掉3458的不是上证50 一个是护身300 一个是深圳城址 那么今天呢 护身300也是再度是打出了 一个阶段性的新高 这也是7月份以来的最高点了 而深圳城址呢 今天还是略微的弱一些 对吧 就还没有打掉前面的高点 所以综合来看 今天的市场 依然是一个互强深弱的格局 但是量能放大到了 1万亿接近的一个水平上 是不是还有进一步放量的空间 主板这边是不是 还能够去挑战一下 3458甚至更高 我们稍后呢 也来听一听两位嘉宾的观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在微信平台上 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指数是强势占上了 3400点的整数关口 能不能一举突破前高 A能 50300率先新高 所以互值有望突破前高 并且是要打开空间的 B不能 前高区域呢 仍然是比较有压力的 所以呢 上冲之后呢 还将震荡回落 稍后呢 咱们来看一看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 另外呢 正在通过抖音和快手的 第一财团号 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呢 也可以和我们来实施互动 虽然指数今天是突破了3400 但是我相信很多投资者也会说啊 就是赚钱效应不是特别明显 确实 就这一波主板是领涨 你必须要把你的仓位 重点放到周期金融 当然也可以放到白酒 就这几个领域当中 你才会比较明显的感受到 持续的赚钱效应 所以欢迎大家在 第一财团号上 和我们来实施互动 大家也可以关注 我们的第一财团号 好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看看他们二位怎么判断 接下来的市场 今天请到的二位来宾呢 分别是蔡玲玲和吴海荣 欢迎二位 好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今天市场的表现情况啊 指数呢 我们看到 其实只有一个指数是绿盘爆收的 就是科创50 其他都是红盘爆收 但是中小创的涨幅真的是比较微弱 今天成交量呢 已经放大到了接近1万亿啊 9540亿 可是呢 主要都是集中在户市这边了 市场活跃度我们看一下啊 今天涨停的加速44加 跌停的加速4加 ST个股呢 近期是持续活跃的啊 16只涨停 然后5只跌停 最后我们看一下赚钱效应啊 今天的赚钱效应是53% 个股还是非常风化的啊 所以能不能在主板这边 站稳3天4之后 提升做多的情绪啊 打开或者说提升赚钱效应啊 这点比较关键 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 对于接下来市场的演判啊 先来听听林林吧 之前其实一直比较看好顺周期这边啊 然后上周来 也觉得说主板这边 可以去创一个新高 现在呢也已经是创了新高了 所以问你的关键就是 是不是能够突破3458 怎么看 我觉得这边主板 这边去突破3458 我觉得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说就像上周说的 现在这一波指数 从箱底底部起来 其实走得不太一样 之前的话就是说 一个大阳线 然后就慢慢硬跌 或者说周一一个大阳线 然后就连跌四天 然后我们上周看到的话 周一是受阳的 然后之后的话 整个指数的一个重心 其实都是在一个不断抬升的过程当中 然后的话 之前是像沪深300 中正100是先新高 然后今天的话 像50也是新高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 我觉得指数应该是有机会 去挑战下新高的 就是说跟随这些 可以说是先行指标吧 是有机会去挑战新高的 另外一块的话 就是说目前整个市场 可能就是说对于主线的判断 其实并没有说太大的争议 更多的就是集中在顺周期 围绕着经济复苏去做交易 而这些顺周期当中 它包含的品种 不单单是目前长得比较好的 像化工啊 像有色金属啊 还包含了像银行 地产保险等等 包括像建材等等 一系列的一些权重 而目前的话 只看到了像化工啊 像化工或者说像有色金属 涨得比较好 可能说走出了比较强的赚钱效应 但是像地产 包括像金融这些权重的话 其实虽然说也在涨 但是并没有说出现 比较明显的枷锁 所以我认为未来指数的话 可能这些权重 只要稍微发下力 可能指数这边的话 就有机会 或者就有能力的话 去突破前面的高点 当然短期而言的话 我觉得 节奏并没有那么快 因为今天从盘面上来看的话 之前灵涨的一些品种 就典型的是一些 周期类的一些品种 比如说化工的龙头啊 包括一些情绪的龙头 其实尾盘 或者说五货的话 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 这样一个正当回落 所以短期的话 可能就是说一些主线品种 在情绪就是高点之后 可能有所回落 所以短期这边指数的话 可能会有一定的沉压 所以我觉得中期 就现阶段 我们对指数总体是个观点 可能就是说 可能过个一两个礼拜 或者说几个交易日之后 可能有机会突破新高 但是明天的话 我觉得这边可能是需要 一个震荡整理的过程 就是短期不会说是 持续连续的上行了 对 是吧 因为其实如果算上上周的话 我们基本上也算是 涨了一周半的时间了 是的 一周半的时间 然后让大家看到 站在了3400点的 这样的一个整数关口 但是会不会短期的 这个调整的时间 又会上一次差不多 因为第一次 我们去挑战前面高点 就3384的那个位置上 然后也是两周前 对吧 然后北向先是买了200亿 随后就是高开低走 然后调了差不多有四五天 所以我们现在 还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吗 你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真的是要去突破前高的话 我觉得不能调的时间特别长 尤其是成交量 就不能说今天打到4000多亿 你一会儿就收到3000亿 或者说收到3000亿以下 我觉得这可能对于短期情绪 会有比较明显的冲击 我觉得如果说调 应该也是保持一个比较强势的 可能就是说 成交量在3500亿左右 然后指数这边稍微震荡一下 但是市场整体的赚钱效应 可能还是存在 只不过不在主板这边 可能像对于那些科技 一些创业板 经过调整之后 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 情绪的一个复苏 之后再回到主板这边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节奏 可能是更利于 整个行情的一个发展吧 好 我们再来听听吴海荣 觉得对于接下来市场的 对的确应该来说 市场从上阵指数来看的话 还是有潜力挑战前期 盘整了好几个月的 相提的这个平台的上轨 因为从领先指标 上阵50包括 获胜占卖指数来看的话 实际上已经开始 把这个相提打破了 那么它实际上还是有一些 先行这个指标的引导作用 但是我们看指数 今天是涨了这个1%上阵 但是似乎感觉两次的 市场的整体风篇并不高 所以并没有随着指数的连续的上涨 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 今天实际上大家如果去看的话 两次涨跌加速实际上差不多互半 两次4000多家上市公司 我大概翻了一下中位数2000家的时候 实际上就涨了零点几 就实际上市场的情绪跟风篇 并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这种提升 今天基本上都是由于外资 一路买买上去的你看今天动了实际上也很多东西 金融的银行保险券商都动了 上午的这个银行保险下午的券商是吧 然后周期更不用说了有设煤炭钢铁 这个机械包括消费中间的白酒 实际上所以你看几条大的权重的东西 石油石化也动 但是仍然实际上就收了一根30多点的这个阳线 而且下午很明显市场实际上一些高位的品种 就是近期连续上涨一些品种出现了明显的这种抛压 收了一根在上一线的这个阳线 所以我觉得短期市场实际上 这个经过连续几天的上涨以后 还是存在着压力 就是说实际上现在能动指数的东西 基本上今天实际上都轮到了 就这样刚才林玲讲的 可能还剩就是地产那些东西可能今天没涨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引导市场的这些力量 实际上已经开始 特别是这个林长的那些板块 市场感觉已经出现了一定的乏力 所以我感觉就是说可能即使去冲 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冲一下 可能再一次回 我觉得只是说原来的重心在往上走 但是我觉得就形成那种连续的逼空 我觉得有难度 因为今天实际上外资买了很多 就前段时间也是外资买很多 然后中阳线大阳线 但是一旦外资就是买的节奏降下来 买的数量降下来 指数感觉又没有方向又开始震了 所以你现在去看指数是上去了 但是实际上还有一半的板块跟个股 实际上并没有跟随 就说明现在这里多空的分歧仍然比较大 就大家互相仍然是在拉锯 就低位的那些东西去带指数上去了 但是原先高位的那些东西 或者说今年以来涨幅比较大的那些东西 仍然在拖着指数拖累着指数 所以整体我觉得这种拉伸的格局 可能仍然会延续 但是重心显然现在是足迹足迹在往上游 但是我觉得不会太快 市场一加速 可能马上就迎来高位的这种回踩 这种节奏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改变 我觉得 好 因为毕竟一个是时间节点 咱们现在已经在这个11月中旬了 其实今天量已经放大到了接近万亿 上一次我们放大到万亿之后 其实市场是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 虽然调整之后再次酝酿 现在我们看到又站在了3400点的整数关口上方 所以短线如果这个节奏能够很快 指数能够持续这样涨 就必须要有成交量 因为这波的主线它就是金融周期 对吧 就这两个东西如果你要涨 包括还有白酒 你要涨 那你总会要有成交量的配合才行 我们看到在抖音和快手的这个互动上 大家的观点 其实我的感觉还是比较一致的 就是说明天会分化了 然后呢 主要是因为今天的化工资源股充高回落 所以明天是上工法力 那么有的观众就提到了说 明后天呢 应该是中小创活跃的话 赚钱效应就起来了 确实就是这个观点 如果主板这边把3400这个 整数关口夯实了 对吧 台子搭稳了 那是不是中小创短期也可以后来居上 我们来看一下创业版 创业版呢 今天只有0.72%的涨幅 而且最主要就是没有什么成交量啊 就是大家 今天都在主板这边 酒 周期 金融 然后新能源 全都在这边 然后创业版这边呢 今天就基本上是不温不火的状态 也跟随这个市场 但整体的两个指数的方向肯定是一致的 能够后来居上吗 灵灵怎么判断 我觉得中小创这边的话 短期可能有反弹 就是说包括我们看到 其实尤其是创业版这边 就主要的权重 其实都杀得比较凶 尤其是在上周的话 就是说医药当中最紧气的像CIO 其实都是跌的比较多 所以说权重对于整个指数的拖累 可能已经告一段落了 然后尤其在上周这边这么强 像中小创这边 短期可能有反弹 但是我觉得反弹的力度 我觉得不会特别强 因为就整个趋势已经形成了 就像当初 就是说今年8月份的时候 就是说创业版注册制的时候 其实当时整个市场的成交量 都是聚集在创业版这边 当时其实整个市场 就相对比较割裂的 而且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 现在的话 其实整个情况是反过来的 像主板这边的话 其实像顺周期的品种 其实已经形成了 比较明确的趋势 所以我觉得指数的话 就市场成交量的话 就市场的一个资金的话 大的方向还是在这边去做交易 但是当一些主线品种出现 冲高回落 或者出现短暂调整的时候 这些中小创可能短暂的 有这样一个表现的机会 那么我觉得短期是有机会的 但是我觉得 不要包有太高的一个期望 就是你觉得主线 还是在主板这边 就是周期这边是吗 那如果当明天 比如说主板这边出现震荡 创业版会不会连 连一个接力的 这样的一个情绪都没有 反而也会跟着一起调整呢 就是说 首先我觉得创业版这边权重 其实整体的风险 可能就已经是调整的差不多了 就是像医药 包括像新能源 其实都调整过 更多的就是说 看有没有一些品种 能够承接 或者说能够起到 比较明显的一个赚钱效应 目前来看的话 有两个方向 还是能够比较 比较能够带人气的 一个是芯片 芯片的话 其实之前创业版长的时候 其实也是能够 比较有效地 打动整个市场人间 而且整个景气都不错 另外一块的话是军工 军工的话 其实也能算是成长股方向 而且的话 其实在上周 军工板块 是有比较明显的异动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科技股这边打 首先就是说 指数我觉得 不会有太大问题 如果并且打的话 其实有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明天 就是说去做科技成长的话 我觉得这两个方向 还是可以关注 好 吴海伦怎么判断 创业版接下来的表现 当然还是要看市场的成交量 就是说主板实际上 上周五是3100亿 今天4300亿 也就是实际上 主板的成交量 今天放大了40% 就很明显 资金现在是在主板中间 创业版呢 跟周五的成交量 实际上相接近 就稍微大了一丁点 那如果说 就是今天 或者说上周五 动的那些权重的那些东西 或周期的那些东西 如果说释放出来成交量 那我觉得 我觉得会有一部分 比方说去打 就是调整了一段时间的 芯片也好 然后中间的心理原车也好 因为包括可能有些 这个强势的一些医药股 最近回踩的比较深 因为可能一些机踩的压力 调整到位以后的话 再出现反弹 所以我觉得会有一部分 但是还是要关注 它的量能的变化 如果说整体成交量 还是不明显的话 那可能我觉得在这里 但是从创业版形态也还可以 就是主板那边是 这个前面两天是小杨 今天是放了一个中阳线 但是创业版这里连续三根 基本上大概百分之三 三天都是百分之一不到点 小杨线往上推 就小杨小杨往上推 我觉得这里实际上 也是一个逐渐 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 所以短期如果说高位的那些 原先的那些 就是主板那些东西出现 这个筹码一定震荡 高位震荡的时候 我觉得创业版这里 实际上还是有潜力 出现这种资金短暂的 这种就是吸流过来 所以这个概率 我觉得实际上 还是比较存在的 好 这是一个短线的节奏 当然大家要关注 就是创业版这边 有什么东西可以领涨 或者说除了金融 周期白酒 这三个东西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在市场当中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赚钱效应 稍后我们来说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北向资金 北向资金今天确实买入的幅度 也是比较大的 今天是流入了122亿 你看北向资金很有意思 上周五个交易日天天在买 上周我们还在说 就北向资金的一些变化 前面三个交易日是只买护股通 深股通是天天流出的 后面的两个交易日 你会发现护股通买入的更多 然后深股通慢慢开始流入 到了今天 我们再来看一看最新的一个数据的变化情况 整个是买入了122亿 我们来看一下 护股通今天是77亿 深股通是44亿 就是怎么去理解呢 护股通当然肯定买的更多 但是今天如果你去对比 就是从绝对值来讲 那明显买入的和上周去对比 上周你还是卖出的 然后上周只是买两个亿 到五个亿的 今天是买入了44个亿的深股通 所以北向这边 我们再来看看买的比较多的东西 一个贵州茅台 这是肯定的 然后格力 卖出比较多的是紫金矿业和比亚迪 整体的净卖出额其实都不大 北向先是买200亿 然后小幅流出 然后再缓步流入 再到今天大局流入 所以是不是让大家对于年底的行情 可能有点期待 我不知道林玲怎么看待 我觉得年底的话 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就是说 就素来有春期 就春期造动行情这样一个说法 我们看一下去年 其实在12月份的时候 其实就出现过一波 比较明显的一个春期造动行情 当时的话 其实指出的话 也是创造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 那么现在的话 已经是来到了 就是说11月底 距离12月份也不是特别远 所以我觉得已经市场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为 未来的春期造动行情 可能是最后预热 当然就短期 就是说北上资金的话 更多的是一个推波助澜的效果 其实我们看到 上周其实北上资金流入的并不明显 但是整个市场 就是说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今天的话 更多是一个加速 当然短期加速之后 还是有点担心的 因为之前我们也看到 每次北上资金 就流入了超过110以后的话 之后可能市场都会出现调整 所以我们要观察一下 明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想说的一点 就是即使说短期出现调整的话 我觉得应该也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买点吧 好 吴海伦怎么看待 北上资金的这种流入的幅度和速度 还有方向 它实际上也是 就是在某一天很集中 然后一段时间震荡消化 基本上刚才那个数据实际上体现了 就是这个从上海这边的话 已经开始有减少 它从而就相致上海跟深圳的这个比例 实际上已经开始有所增加 深圳这边实际上有所增加 所以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就是说 可能涨得高的快的那一些 它可能会做一些减长 然后同样是一些行业的龙头 如果这两天涨幅不大的 它可能会去买 实际上北上也一直在里面做波段 因为现在有太多的资金 关注着北上 有可能北上它本身 不会太多影响股价 但是跟随的人或者关注的人太多了 它可能会形成就是我们蓝筹跟主板之间 以及以成长为主的创业板之间的翘翘板效应 它会把这种效应进行强化 而现在市场中间实际上我们也似乎看到了这种变化 我觉得 我记得其实在两周前 就是那天我们看到一万亿成交量 然后北上大局买入两百亿那天 我们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统计 我们这个统计是说什么呢 就是从今年以来北上只要买入超过一百二十 有没有说是单天 随后其实指数都是开启过一波上涨的行情 只是它会有一个反复 对吧 先涨然后回踩然后再涨 但是其实从那天开始 上证尤其是主办这边 它就是一个缓步攀升的格局 所以我们觉得北上 其实当它流入幅度很大的时候 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的 当然同理 如果它哪天大幅流出 其实也是有参考意义的 我们接着就来说一说具体的 品种的一个方向的把握 从我记得从 就我们看主板 就前面这个低点的时候 我们记得当时还讨论过 就是在低点的时候 反复放量到三千亿 我们说是不是主板这边开始放量了 会有一波行情 然后创业板这边呢 其实是一直缩量的 那现在涨到这个位置上 主板呢也已经放达到了四千三百亿 如果没有更多的增量 如果没有北上再两百亿一百亿 这样的大局买入 那大概率还是震荡的格局 那我们的操作应该怎么去把握 是不是还可以进一步挖掘 顺周期消费 还是科技里面的机会 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今天领涨的 领涨的依然是周期这个方向 今天呢其实涨的最好的 不是有色也不是化工了 今天涨的最好的是煤炭 所以即使是顺周期 其实它里面也有高低切换 也有内部的轮动节奏 今天涨的最好的是眼中煤 也是直接打涨停的 然后还有西山煤电就是煤炭类的相关个股 然后工程机械算是持续走强的 有色然后像化工还有建材 但是今天在尾盘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有色啊化工有一些个股 其实是炸板的 就是比如说新安股份对吧 是炸板的 然后呢还有像在市场当中之前 一直比较强势的像铜坤 还有其他的一些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还有金普泰业在盘中其实也是打到涨停板的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还有的周期就是券商银行保险 今天更强的是券商 你就会发现之前最强的 今天不是特别强 之前最弱的 今天是最强的 周期里面就是煤炭 金融里面就是券商 所以是不是大家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一些 顺周期里面低位的东西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听听林林 林林对于顺周期一直关注比较多 现在谈一谈 你觉得哪些大家还可以继续关注吗 我是就是说还是比较看好顺周期 那么我觉得在顺周期内部的话 我觉得地产其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首先从位置上来看 就是说地产相较于金融也好 包括像现在长得比较好的 像化工也好 像有色金融也好 它整体位置是比较低的 然后的话 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个风格 其实就比较明显的偏向于 就是说蓝筹这边 而整个地产 其实它整个机构的配置的力度 是非常低的 从整个三级报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整个机构对于地产的一个配置 可能是来到一个历史低点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 如果说机构投资者 想要这边去做一波蓝筹行情的话 我觉得地产一定是 机构配置的一个主要方向之一 另外从行业本身而言的话 过去市场资金 对于整个房地产的一个博弈的话 更多的是围绕着政策 就是当政策松动 可能就是说房地产板块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行情 但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说市场对于整个房地产的预期 已经是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位置 就基本上不会说 有一些特别明显的一个利好 就包括之前的 就是说房租不炒 其实已经是深入人心 包括就是说之前的一个 就是说对于房企的一个 三道红线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其实使得整个房地产 已经是内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 那么我们认为从行业本身而言的话 目前房地产行业应该是进入到一个 类似于供给侧改革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对于一些龙头企业 其实它未来它的一个定价能力会更强 而且而且因为之前一些 就是说比较激进的一些 就是说房地产企业 它通过杠杆去拿地 使得就是龙头企业 它的一个利润力 其实是有所回落的 所以说随着就是说三道红线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实施 我们觉得整个房地产龙头企业 它的一个盈利的一个稳定性 会逐步的一个凸显出来 所以我觉得房地产企业 房地产龙头可能是未来 比较值得长期关注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在周期里面 其实从目前来看 今年涨幅最小的 应该就剩下房地产了吧 对的 是吧 首先固执比较低 并且的话 行业其实逻辑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而且的话就现在 就比较适合当下的这样一个风格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你是一个不是特别追求短期爆发力的 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话 我觉得房地产可以作为一个底仓的配置选择 好 那你来说说其他的像煤炭啊 有色啊 化工啊 建材啊 这些是还有上行的空间呢 还是说要进行震荡了 还是要调整了呢 就煤炭而言的话 其实煤炭 就是说大家可能更多的 就是看它的一个分红 就是说本身周期股分红 或者说水 就是说顺周期这样的一个 随顺周期这样一个风格 煤炭偶短期 其实并不能看到有特别明显的一个爆发力 而像像就是有色这边的话 因为毕竟 大家认为明年是一个大 有色的一个大年 就大中的一个大年 我觉得这边应该还会有一个反复的机会 但是的话就是像就像之前说的 之前领长的是有色 今天的话 其实一些有色的品种 其实都是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化 比如说像 就是说周末吹的比较 就是说推荐的比较火热的像云旅 其实今天都是冲锅回落 所以短期有色这边的话 可能短期是需要修整一下 像建材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因为其实在 因为首先建材它和整个房地产 有比较 房地产产业内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关联度 而之前9月份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 就是开工或者销售数据 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当时的话 很多建材类品种的话 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 而整个10月份的数据 其实相对是不错的 所以我认为建材的品种 未来可能是有一个 比较不错的一个修复性行情 所以相较于之前林长得比较好的一些化工 或者说一些有色金属 我觉得建材可能是未来周期当中 比较有弹性的一个方向 那如果说要是从一个配置的 或者说从逢低买入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要么是有色 要么是房地产 是吧 有色是周期看的稍微长一点 房地产是近期了 就房地产的话 房地产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作为一个底仓配置的一个角色 因为本身弹性不是特别大 而就是说有色包括化工的话 因为可能就弹性最好 但是短期可能是需要修整一下 那么如果说去挖掘一个新的弹性戏份的话 可能就是说建材可能会更好一点 好 来 吴海如说一说顺周期里面的机会 我觉得顺周期这里实际上一直在轮动 就最强的 最早开始启动的实际上是海运 就以前我们讲房地产是一切周期之母 现在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海运是周期之母 一切周期之母 海运最早起来 走得也最强 然后后面是有色化工 我觉得化工应该这里实际上是以机构资金为主导 就是它的就是相对趋势性更强 而有色呢 我觉得大资金 游资更多 它的爆发力更强 所以现在实际上最强的周期实际上是海运 有色跟化工 但是那些打起来以后呢 市场的资金一直在沿着这条线进行不断的挖掘 比方说同样是资源的 有色涨高了 那你今天动到了煤炭 然后后面的你看今天的券商也好 但是我觉得你从今天的有色板块来讲的话 很明显就是市场实际上开始出现了分歧 就前一段时间 包括上周实际上有色中间 基本上都是涨相对小的 包括你像当初涨铝什么 先从小的来后涨到中间的神火云里 今天是中国铝业一度拉板 然后冲钢回落 铜也是今天干到了江西铜业 一度上了又开始冲钢回落 就从小的干到中的到最大的那些 然后如果说大家如果导锅可以切一下的话 切到那个有色板块的指数 可以看一下 就很明显有色板块的指数 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上周一的时候 我们来做节目的时候 当时实际上有色也是一根中央线 也是一根中央线 然后就应该说上周一 前一周五跟上周一出现加速以后 你看后面三天怎么回踩 周二周三周四都是回踩 周四的调整的低点 几乎把周一的那 上周一的那根阳线干掉 吃掉了三分上 但是那个低点 恰恰碰到接近十天线附近 然后拉起来 然后周五跟今天又是加速 你看有色板块实际上很明显 从低点起来 日线上面经过了三波 第一波涨一段 然后调整三天回踩 然后再来一波 再经过三天回踩 然后两天加速 所以我觉得短期板块 在经过高位的加速以后 包括今天的成交量 实际上 如果说你去看整个有色的成交量 上周五整个有色板块 成交460多亿 今天整个有色的板块 实际上已经成交到685亿 放大了接近50% 出现这种放大量 然后一定的冲高回落 滞涨 我觉得短期实际上 会出现这种震荡来临 所以我觉得短期 就是我们以前也一直在讲 目前整种行情就是 卖在亢奋 然后买在回调 应该说今天实际上 整个板块伴随着 最大的那些东西 上涨拉板回落 我觉得这里实际上 如果说上周震荡的时候 还在分歧 经过周末 一些卖方对于发酵 今天实际上一致了 而一致以后 实际上开始出现了分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奏 实际上一直一直 不管是之前的 这个医疗也好 然后之前疫苗 医疗 包括到那个新能源汽车 到现在的有色 实际上也一样 就你整个板块 很高亢的时候 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分化 那么当然今天 实际上我们看 资源中间煤炭相对强 我觉得煤炭这条线 更多是它 当然资源品的涨价有关系 然后有色拉的这么猛 煤炭相对涨幅小一些 我觉得煤炭相对还好一点 因为它的涨幅相对 如果从K线上面 涨幅相对小一点 而后面补涨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它的空间上面 可能不会太大 所以让我做的话 我觉得宁愿去等 这种原来的主线的调整 就是可能我们聚焦的主线 仍然在有色 仍然在化工 但是不是现在 一定要等 一定要等 就是我们可以聚焦在主线 但是拉伸不追 等回踩的时候底下 就像我们刚才把有色的K线 拉出来了 你涨一段加速回踩三天 一段加速回踩三天 未来几天可能不一样 节奏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它有这个 有这样一个 就是可能有前面的一个规律 在里面 所以整体我觉得 短期的资源类的涨价 实际上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 实际上更多是逻辑 是在补库城 而且库城补得特别厉害 但是是不是库城补好以后 后面价格 价格的上涨 或经济的复苏 是不是都超过市场的预期 然后在产品上面 我这里可能后面 还是要一步去验证 但是我总觉得 今天实际上 情绪上面有点亢奋了 其实上周一有色 也比较的怎么讲 就比较的好 就表现的比较好 但是毕竟那是 第一次的一个集体的高潮 然后上周三 是第一次的分歧 然后周四 其实我们会看到 应该是周四 上周四是第一次的分歧 但周五比较强的 就是都包回去了 所以今天是继续强势上行 所以其实今年这个市场 就是很有意思 就是当你确定 某一个方向是主线的时候 其实它的那种持续力和爆发力 有的时候会超出你的想象 就是没想到休息一天 是不是直接就包回去了 然后今天就再一次 集体出现了上涨 但是如果没有更多的 增量的一个加持之下 加上今天有一些个股 在尾盘榨板 有一点抛压出来了 不管是龙头 还是资金龙头 都出现了一些这样的现象 好 稍后回来 我们来说一说其他的品种 看看新能源汽车 看看科技 还有消费 这里面的机会 大家还能够怎么去关注 了解一下 在今日股市微信当中 招募的瑞投顾 只要您是有资格认证的 投资顾问 都可以在有看头上 一时伸手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选股 你势赛必得 得心应手 手到前来 看盘 你举重若轻 轻而易举 举世无双 挥舞你的点睛之手 燃烧你的投资之魂 最强投顾擂台 已为你升起 不服来战 报名入口 请扫二维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将会把我们在实战中经常使用的短线操盘系统 三根均线买卖法送给大家 只要扫描二维码 每位朋友都能领取上手使用 三根均线买卖法通过5日 13日 21日 三根均线 轻松教会大家 短线股票的买入卖出 及持仓思路 简单易懂 到底能不能帮你抓住 低位上涨拉升的股票 你不妨扫描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市场上炒股的指标虽然不少 但是适合自己的短线操盘系统 却少之又少 三根均线买卖法 区别于传统的 5 10 20日均线 参照菲伯拉切数列 对指标进行修正 并通过大量实战案例 视频教学等方式 系统帮助大家 构建自己的短线买卖模型 严格执行 把握机会 现在扫描二维码 立即上手使用吧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丑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啊 不能一看涨了 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啊 是专门用来捕捉 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 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 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脸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 下集一算 金锐要抛 一开产业 金锐一开盘 我摇动啊 你会用成的股神 还是要靠学习来精神 我的 成我的 脚风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金锐股市 好 欢迎回来 接着我们来聊一聊 其他的品种 我们说上周五 其实市场最好的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周七这条主线 告诉你说还延续 因为周三 周四分歧了之后 周五包回去了 那么除了周七之外 它其实也起了一个东西 就是新能源 我们当时上周五说的 就是比亚迪 就是你这个前期最强的主线 你也得说有资金 不断地去关注 这反而会给一些 前期其他那些品种 带来一些活跃的机会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 或者说汽车这个产业链 还是能够持续地发酵 汽车板块 今天是1.37%的涨幅 现在这波其实比较强的 应该是小康股份 这波应该是已经连续 几个涨停板了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吧 就分期之后还能够包回来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新能源这个产业链 今天如果说整个新能源 除了整车之外呢 最强的就应该算是锂店 像干风锂业呀 天启锂业呀 盛新锂能 雅化集团 今天就是很上游的这些个股 其实走势是非常强的 光伏呢 今天整体其实只有阳光电源 当然还有麦尾股份 就这一类的 就不是说只做硅片的 只做硅料的 它好像还是得做逆变器 或者得做抑制节 就是稍微你得再细挖一下 才行的品种了 我们来说说新能源主线吧 吴海荣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大家应该哪些可以关注 对 新能源车应该是 作为我们三季度以来的一条 也是一条应该很亮的主线 在周期之前实际上 基本上资金都为了它去赚 那么当然最近一段时间 实际上新能源汽车涨幅最大的 应该还是在整车这里 包括像比亚迪啦 长安啦长城啦这些是吧 包括刚刚提到的小康 实际上也是它收购了一个 新车造势力的一个品牌 而且最近已经有新车开始出来 那我觉得目前就是对于整车来讲的话 就是看谁有新的爆款的车型 大卖的车型 资金就为了它去赚 但是我觉得对于车子来讲的话 实际上它的大的这个数量 实际上应该是相对固定的 现在最多只是从我们原来的燃油车 到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增量 所以我们应该更多是关注着 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增量 所以整体的应该新能源汽车增量 中间最大的应该是它的电动化 然后是智能化 电动化这一块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上游的这个孤鲤 然后这个鲤矿 应该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 有关于上游的鲤矿 实际上是涨得比较厉害 因为不管是碳酸鲤还是氢氧化鲤 价格都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复苏 然后上涨 然后我们看中游的主要是一些材料 正极 负极 电解液 隔膜 走势实际上也是中规中继 前段时间比较猛 然后最近有一段时间的回产 那么这两天实际上 随着心灵源汽车的活跃又开始逐渐上来 但是从电池这一块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增量 是在于就是磷酸铁理这一块 就是原来大家更多是 比方说当初宁得什么 涨得更多是三元这一块 三元原来对于整个电池市场的占有率 是相当高的 因为大家对于它的续航 实际上要比磷酸铁理要高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磷酸铁理 它也有它的优势 就是它的耐高温 它的安全性要比较高 因为原来是可能续航稍微低一点 但是我们看到随着技术的升级 它的续航也开始逐渐升上去了 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这个心灵源汽车 包括你像相对高端的比亚迪汉 然后低端放量的这个武林红光 整体对于这个磷酸铁理这一块的需求相当相当的大 就我们从10月份的数据来看的话 三元电池占总产量56% 然后这个磷酸铁理的话呢 大概是占43%多 很明显要比之前就是这个三元这一块占比在下降 磷酸铁理这一块占比在上升 所以我觉得磷酸铁理作为我们心灵源电池这一块的一个增量 而且磷酸铁理呢 实际上很多之前目前从我们来看的话 就是这个企业实际上这个基本上都是满负荷的生产 但是呢由于前期呢价格一直在低位 所以有对于有些企业来讲的话 它可能生产的越多亏的越多 但从现在来看的话呢 就是磷酸铁理的一些价格已经开始逐渐的开始提升 就是批量的逐渐的价格往上涨 我觉得磷酸铁理的价格上涨 可能是随着整个这个全市场对于磷酸铁理用量的增加 我觉得这个价格的上涨应该逐渐成趋势 这是我们对于整个电池来讲 就是我们讲汽车的这个电动化来讲 但是我觉得新能源汽车无非一开始炒的一定是电动化 但是当新能源汽车达到一定的保有量的时候 市场会逐渐转向它的另外一个增量 就是智能化 因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这个好比就是以前像手机一样 手机以前也就是打电话跟短消息 现在实际上作为一个这个交互的一个工具是吧 然后作为一个移动的智能的终端 实际上我们作为新能源汽车也是一样 就现在从前期的电动化这一块更多是这个这个省钱 因为它实际上这个续航的这些费用比较低 但是实际上到后面发展到后面 现在我们看新的造车实际出来的那些东西 大家更多看中一时续航 另外美观 第三个实际上就是它的一个智能化 它的这个智能的移动的 作为一个类比一个移动的智能终端 所以我觉得未来对于这个新能源汽车 作为这个电动化的像我们智能化的这个演变过程当中 实际上相关的一些板块跟个股 我觉得也可以进行关注 好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消费吧 其实现在消费主要就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酒 一个是家电 家电呢 其实也是在高位震荡 比较反复 酒呢 今天像贵州茅台一大涨 把整个这个情绪又带起来 而且我们看到板块指数啊 今天又是再创新高 达到了2-49的涨幅 当然现在呢 这个酒啊 其实很多已经不是说 只有一线二线的涨了 就是现在不仅仅是白酒涨 是吧 黄酒也涨 红酒也涨 反正现在就是酒里面的机会 大家怎么去把握吧 来 林林说一说 我觉得酿酒的话 我觉得就首先我觉得整个板块 是在走加速的 就是因为之前的话 大家可能更多的是 聚焦在一些一线白酒 比如说像茅台啊 五粮液啊 包括像炉州老家这些 那现在整个市场的 就是说重心是基于这些 高端白酒 就位置一直很高 一直很强 然后扩散到一些 就是二三线的白酒 甚至到一些 就是说黄酒 甚至葡萄酒 我觉得这种的话 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补涨 而且短期的话 就是说有点在走加速了 因为的确短期特别强 但是从就是说 收益和风险的一个性价比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位置 你去参与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因为本身就是对于一些一线白酒 因为本身就这些品种涨 更多的是看着一线白酒 一线白酒强 它可能再往上拱一拱 但是如果说一旦一线白酒 这边出现比较明显的调整的话 它可能向下的一个 沙上率是比较大的 而之前我们对于白酒的判断是 因为这些是整个基金的 一个重仓的一个方向 而11月份的话 又是基金考核的一个 就是说截止时间点 对于这种趋势比较好的 那么可能在11月份 就大家在就是说网上 就是说冲一把劲值 那我觉得过了11月份 可能这些高端白酒 可能会有比较 会有一定的压力 所以对于这种二三线的白酒 甚至一些黄酒葡萄酒 可能未来的一个压力 也会比较大 所以短期的话 对于酿酒板块 我可能是建议大家 可能稍微谨慎一点 好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 就是成交量放大了 但是个股还是很分化 所以哪些品种 大家还可以去逢低做多的 有没有别的一些方向 吴海荣觉得有吗 我觉得市场实际上 还是主要围绕的几条主线吧 一是最近很活跃的周期 另外当然周期 现在涨到了相对高位 那前一段时间 就是资金互相一直争夺的 周期 然后新能源汽车 包括芯片 芯片呢也不是全部 就是实际上就那段时间 有几天活跃就强的那些 我觉得因为现在 整个板块也太大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 可能中间的一些 这个强势的一些资金 来回在里面转 我觉得对于 现在周期涨到了 相对一定的高位 然后这个如果说有回踩 这个是不是有一部分的资金 重新回到新能源这里 然后有一部分资金 回到前期活跃的芯片这里 因为芯片实际上 有些个股也回踩的比较 就基本上启动的那个点位 回踩下去了 所以如果说没有新的东西 顶出来 我觉得资金实际上 仍然在这三个板块里面 来回切 来回切 当然因为新的 就是我们整个周期的 大板块太大 因为它这里面也有 各个这个纸板块 之间不断的切 所以现在难度就在这里 但是我觉得大的 就是大行业中间 就是周期新能源车 芯片 这里是资金来回切 我觉得某一个板块 涨得太高了 你就慢 减 然后没有动的 你低息 等涨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就是存量中间 就是市场 虽然今天有放量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仍然是存量 大的这种存量博弈中间 也可能这样 就是我们对于聚焦在主线 然后就是拉伸不追 回踩低息 这样的波段 可能在目前中间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好 稍后回来我们来看看 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 也来了解一下 大家明天的仓位的调查 观众朋友们的资金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不能一看涨了 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 捕捉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享受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 加值一算 今日要好 一开会议 今日一开盘 莫要梦啊 能幼稚的女生 还是要靠学习和精神 臭我的 臭我的 脚风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要装修就来极家精装 极家精装 为你推出四省家装服务 第一省 省钱 100平米全屋整装 仅需9.98万 还赠送近5万元装修大礼包 一房一架 零增项 不加价 第二省 省时 在精细化粮房后 最快24小时内 提供整装设计方案与报价 两房最快60天完工交付 第三省 省力 极家精装 12000平米线下生活管 所见即所得 第四省 省心 13项材料革新 确保材料质量 56道欧标工艺 确保施工质量 马上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拨打电话 5888228 58882228 进行装修预约 品质生活就选 极家精装 毕加新选 静博好物带回家 今日好物推荐 顶诺圆切牛排 澳大利亚草寺喂养 好吃营养 莫顿海盐 天然海水蒸发原料 咸鲜结合 DX浴发洗发水 帮助头发生长 毕加商城 让您足部出户 进向全球好物 炒股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你买卖不定的时候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今天送给大家这套 智能炒股系统 多空电波 是一款辨别买卖 利于决策的交易系统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 当底部出现红色时 表示空头动能大概率减弱 多头出现积极信号 可以开始关注 股价上涨 在高位区域出现绿色 这是空头预警信号 要懂得规避风险 现在想要了解的朋友 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到手使用了 3000多只股票 都能轻松判断买卖信号 同时配套了 强势买点战法 配合多空电波 寻找强势品种 发出的启动信号 案例分析 跟盘操作 掌握属于自己的操盘系统 现在扫码领取 不管你是新手 还是老股民 都能轻松上手使用 看准机会 轻松交易 快来领取 你的交易利器吧 老碰祥提醒您 收看今日股市 好 欢迎回来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拿出手机 来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 二维码 登陆成为第一财经的 核心用户 就可以获得 第一财经的入群资格 欢迎大家来扫描 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接着让我们请出黄伟 来听一下 他对于市场的分析 黄伟你好 好的 主持人 那我们看到 本周一 市场再度迎来了 开门红 户指一举站上 三千四百点 整数关口 而成交量较上周五呢 也是同比大幅度的放大 这让我们认为在 接下来整个市场上行的趋势 将相当的明显 而支撑整个市场上行的 主力均依然还是周期 也是我们一直在这档节目当中 反复跟大家提示机会的 我们都知道 在今天两市上涨的过程当中 其实下跌和上涨的加速比是 一半对一半 说明市场的结构性将非常的明确 也就是说在上涨行情当中 如果你不能够把住 强势的这一批群体 那么对于你而言 赚钱和你将没有什么关系 好 那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解决一下 强势股如何把握 这样的一个要点 首先我们要利用强势基因 来把握顺周期的潜力 现在其实更容易的是 通过资金面去找到强势的那个个股 因为趋势已经出奈了 这个时候三个强势基因告诉大家 第一个股价趋势一定要向上 不能向下 第二筹码锁定一定要牢固 经过一段时间上涨之后 如果筹码依然锁定良好的话 那么意味着上涨没有结束 筹码不能分散 第三个要突破前面 要有一个资金的介入 我们要看到具备趋势主导的资金进入 我们才能够认为这样的一个结果 将是上涨为主 我们比如说看这样两个例子 煤炭板块 我们把西山煤店和山煤国际拿到一块 可以看一下 一个是延60日均线稳步向上 那么在今天再度创出新高 而另外一个 我们看到始终位于60天均线放下 每一次的反弹对你而言 不是机会而是风险 那么第二个我们再来看 同样为黄金概念的浓头 那趋势也是不同的 近期表现截然相反 紫金矿业是连创新高 当然它有四个铜矿 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而另外一个山东黄金则一直趋势向下 持续表现比较弱 虽然这两天也上涨了 但是这样的个上涨让我没有安全感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基因 筹码锁定比较牢靠 我们先来看左边的生活股份 它在上涨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下方底部筹码的峰值非常的高 而经过的一波上涨之后 我们来看 它下面的筹码的这个峰值依然还是最大的 虽然上面也有一些筹码 但是远不及下面的筹码的峰值高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这档个股 目前整个筹码锁定还是非常良好的 上涨前后的筹码分布一定要对比 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反例 比如说这个个股叫优德金幣 它在上涨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底部筹码非常的明显 但是经历了三个涨停板之后 我们会发现下方的筹码已经没有了 而高高在上的这部分的筹码则是非常的量 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认为像这样的一个底部筹码 底仓已经全部被卖掉之后 那么接下来就是下跌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筹码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上涨基因之三 上涨前要有资金的加仓 我们来以北向资金为主 因为这个是主导方向的 先来看案例A 它在之前震荡的过程当中 筹码一直比较稳固 而在阶段开始突破之前 筹码开始大幅度的加仓 随后在最近出现了连续的大涨 而案例B我们看到也是在上涨之前 开始突破之前出现了大量的北向资金的买进 而这个时候股价还没有加速 随后进入到了一个加速的阶段 而在加速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北向已经没有再大幅买入了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呢 我们专门给大家整理了一份 结合趋势筹码和资金共振 顺周期爆发潜递股的名单 这份名单还是非常有价值 就是直指顺周期 同时结合趋势筹码资金三个维度 去和大家这个波斯抽检 那现在大家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就可以直接领取这份名单了 那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首先A 它是国内年交和纯检的龙头 最近放量上涨缩量回头 筹码呢是非常的稳固 资金也在不断的介入 而案例币呢 它属于工程装备的龙头 受益于经济复苏 那缩量前表现非常的明显 而筹码比较牢固 近期放量突破 资金大手笔的进行介入 案例C呢 属于淮阳饼玩的行业龙头 那股价延20年均线稳步上行 前期缩量明显筹码牢固 近期呢 我们看到在突破的过程当中 也有资金大幅度的一个买进 所以说呢 我们觉得今天这份名单 就是主要结合股价稳定趋势向上 而底部筹码锁定牢靠 还有资金持续介入 强势突破的品种 也希望大家能够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之后 领取顺周期爆发潜力股的名单 这份名单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地把握 这一把顺周期的一个机会 好的主持人 好 接着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明天可以申购的新股 明天可以申购三支新股 赵薇基电 凯隆高科 还有有发集团 明天会上市一支新股 中控技术 我们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今天是58%对42% 选A的比例比较高一些 仓位的情况 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 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索取 今天加仓减仓的比例 也是一样的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明天的操作建议 林林的建议是什么 我觉得整体我们还是以一个多头的思维去做 就更多的就是说如果说市场当中有调整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适当地去进行加仓 但加仓的方向的话 我觉得就一两个交易人而言的话 我觉得可以适当地去低息一些成长类的一些品种 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像军工 包括像芯片这种品种 因为本身景气都还可以 但是那么周期稍微放长一点 我觉得还是说关注顺周期的品种 对于一些像化工 像一些有色金属 包括像建材这些优质的品种的话 我觉得如果说在这两天的调整的话 我觉得也是可以低息的一个方向 好 吴海荣呢 我觉得尽量还是聚焦在主线 因为现在实际上 我们看市场每一段时间都有一两个主线 所以说就是你要么就 就是你做一个 你可以就像比方说最近最热的 顺周期这里做一个 但是一定要买在亢奋的时候卖 然后等调整 就是你不动了 卖了以后你就等 等调整然后再买 要么就是几个现在拉锯的主线 就我刚刚提到几个甚在 比方说新能源车周期 包括像芯片这类 几个拉锯的主线均衡配 然后涨哪个你就先卖 然后没涨的 等资金轮到它 起来再卖 我觉得这样可能 可能会在目前的这个阶段 可能我觉得是适合一点 因为现在你说这个结构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远行业 看业劲 行业为刚 趋势为妄 拨断交流 投资大人 齐聚一谈 众说纷纭 华山论剑 每个周一日晚七点 谈股论金 为您开启价值投资盛宴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上海是一座文脉非常深厚的城市 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多元包容 对金钱事物的接受度很高 有非常好的土壤 有非常好的一个受众 能够遇到非常难得可贵的学习机会 这是一个适合诞生创造力的城市 创家科技 它可以跟任意行业去做互动 注入新的思想 新的理念 新的策划 文创和传统文化的结合 让这门六百多年的记忆 能重新走进当代的生活 把文化赋能 把创意赋能 创造我们自己的盘子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古论金节目 渣老师选策略挑股票 就上九方志投 本节目由冠生源蜂蜜 联合赞助播出 冠生源蜂蜜 安心好蜜 健康投资 大家好 我是李婷 指数今天是震荡走高 尾盘有所回落 主板情绪较为亢奋 两市的成交是明显放大了 或者站上3400点 向上还有空间吗 低位的煤炭开启补涨 资金继续深挖顺周期方向 短期还有哪些板块可以潜伏呢 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 您可以关注谈古论金微信公众号 发表留言 参与节目互动 您如果想登台亮相 发表政治拙见 可在谈古论金官方微信 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稍后会有小编联系您 好了 接着把时间交给袁建新 和今天到场